大姓心思 大姓心思 我们要Jay Jay 你好 Jay 你好 我想请问 关于想去 改善跟我女科之间的关系 因为 现在我不要跟你讲到我们的 你们谈恋来多少年 算到来 有六年了吧 刚才Jay简短的跟我讲了 他说他跟他 谈恋爱打算明年结婚 但是有一个问题 时常少少事情吵架 吵得很厉害 嗯 所以 其实我想问 通常吵什么 通常 就可能很小的事情 可能吃个饭 可能就是 会有身体的时候 就会可能一点小小 很小的事情就会吵到很大 然后可能 他 我又不会主动去跟他 去承认错或者去缓解 情绪 反正很小的事情会吵到 我几乎看起来 每次一吵就看起来 我要比分手啊 之类啊 跟以前辛苦啊 你这个人啊 这样这样这样之类的 OK 严格来说 你们两个究竟 适不适合在一起 我也是有去 去看过 可是 我也是觉得 是 我先讲 有两个部分啊 有两个 我先讲第一个 第一 听下去 感觉上你们 久了之后 反而很多问题 究竟适不适合结婚呢 结了婚之后 会不会变得更好呢 通常是不会的 呵呵 住在一起的时候 摩擦 问题更多 然后生了孩子之后 会不会变得更好呢 其实也不会的 因为多了孩子之后 烦的事情更多 你们还没有孩子 你们小事都能 潮一大队 潮一大轮 有了孩子 就多了更多的 烦碎事情 那潮的几率 更加高 OK 你问我 很多谈的五六年 潮潮闹闹五六年 然后哎呀好像 不知道怎么样子 谈了五六年了吗 就这样子放弃吗 好像浪费这样子 用浪费的想法 哎呀不要浪费了 那五六年就结婚了 这样子 其实很不适合也结婚 然后结了婚之后 会不会很幸福愉快 你自己猜 应该不会啊 还是会小事会吵 就我也是会很很很很 struggle 在这个方面 一方面是 我要结婚的 一方面可是 我跟他价值观 会差很多 有时候他觉得 不对的问题 我会觉得 其实没有什么大事情 这样子之类的 嗯 嗯 然后 就是这样子 然后 可能我又是那种 不会去 啊 道歉 嗯 就是我可能 又固执 啊对 对对对 嗯 嗯 对 所以 所以我就想 就是想 跟你 呃 那你会不会这样 因此 考虑 不结婚呢 就是 不是不结婚 就是在想 哎他是不是我适合对象 如果不是他就不要 误了 他误了你自己 对 就是很常会的想法 就是我怕我 给不到他 嗯 那个未来 嗯 OK 保持现状哦 目前这样子的情况 目前这样子的个性 你问我 我就觉得 真的要结 哈哈 就是每次我都很想 打个电话 快要给你 可是可能 我拜一拜 可能我到拜三拜四 我打给他 又喝好了 又突然就没有那个 那个什么 就是啊 又是那个 你这样子 你这样子的重复性哦 多多多少年了 多少次了 可能最近 这三个月 其实啊 我们吵他都会讲 每次我跟他吵 都会去到他讲 呃 就 都就是可能每个礼拜 都会一次吵 这样子 然后可是可能 刚下个礼拜头吵架 可能要节 要周末的时候又好了 就觉得啊 又没讲 又这样子了 这样子一直持续断断断 大概有 他是讲 一直以来都会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 就这半年以来 可能会比较勾力一点 然后有了孩子之后哦 妈 老婆啊 妈妈的情绪又 又不同 就是你的 你的所谓的女朋友 变成老婆之后 有了孩子 他的情绪又不同 更容易发脾气 啊 是吧 是是是 既然 既然你们相处 相处时常摩擦也 那个幸福感强不强啊 就 平时没有什么 呃 就就我 我会跟他吵架的时候 就会特别的 就不讲话咯 他希望我去跟他 去跟他啊 讲 就讲我会在吵架的时候 就是 或者平时有什么啊 可能吵架 或者比较严重事情 我会特别的沉默 就不会去表达 嗯 嗯 然后 刚刚讲到你啊 没有了 严格来说 你们两个有很多 合不来的地方 所谓的合不来就是 我不迁就你 你也不打算迁就我 就合不来 合不来 嗯 也有合得来的地方 可能 但是有 合不来的也很多 我想跟你说 结婚之后 除非很少见到面 不然他结婚 住在一起 那个摩擦 通常 90% 都会增加 很少会 减少 减少 越来越好的几率是有 原本 吵架吵架吵架 结婚之后 哇变得很甜蜜 这个几率有非常非常低 嗯 结婚之后 哇更加 也 也很少吵架 的这个几率也是很低 嗯 因为你必须知道你们 你们现在有住一起吗 有 都是住在一起 就是连上班都住在一起的 哦 就这样子哦 你结婚也是保持现在的状况吗 嗯 多数是会 哦就是这样子咯 然后生了孩子之后 哇 又 呃这个那个 又看不过眼什么什么 你问我的话 嗯 你自己考虑清楚咯 考虑清楚 就需要 还是要我自己会 去 前让子 这个是第一个part 嗯 这个是我讲的第一个part 嗯 第一个part的意思是说 你们 没有打算改变的话 就是这样子 你自己想清楚还要不要结婚 听到我刚才讲吗 对啊 你们没有打算改变的话 那 没有打算改变他 你究竟还要跟他结婚吗 你自己想清楚 嗯 那如果你打算改变这句话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嗯 嗯 如果你打算改变 OK 其实你跟你的女朋友 哈 你的女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听 或者是 叫他听回那个facebook live 应该没有 嗯 应该没有 叫他听回那个facebook live 到时候 OK 如果 打算改变 意思是说 你打算 珍惜对方 你也打算 我们要幸福快乐的过 OK 你做什么工的 你们两个 会计 会计 呃 你们是会计楼啊 啊 算是 是 Anyway 公司 公司时常都有 有做proposer啊 有一个objective 对不对 嗯 很少 你们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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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帮的其他的公司 通常都有这样子的咯 OK 今年有一个aim 有一个campaign要做 我们有one year campaign 这个campaign的objective是什么啊 要achieve 那我就问你咯 阿J 你跟你的女朋友 有一年的campaign before结婚 嗯 假设你12个月后要结婚 在这个12个月里面 我有一个campaign给你 有一个project给你 那project的objective是 before结婚前 这样吵架 减到 只有以前的 5% 甚至零 啊我们in 结婚前 12个月内减到零 这个是你的aim 这个project的objective 然后你就开始work出来咯 那要怎么样 我们两个不吵架呢 最好是两个都去贡献啊 那你就开始想咯 OK 如果我做一个proposer proposer里面就要 way方法了嘛 我们要一些method 我们要一些strategy before start strategy before start 你要想这个方法的时候 你就要做一些survey咯 survey是什么 你要做一个东西 要achieve objective 首先要看现在的 barrier是什么嘛 problem是什么嘛 来我们做一个market analysis 就market 你们两个的market analysis 两个一起check一下 OK 我们现在problem是什么 把它写下来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会时常发生的问题是什么 好像人家讲一个project ok这个产品的sales不好 so我们现在要把sales boost boost上去 他不可能公司好来 bo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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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let's go 那个是motivation而已啦 without waste without方法嘛 motivate而已 帮助不大的 motivate 就没有了 你要有方法 叫motivation就很好咯 so你要方法 哦来我要找方法 你看啊我要找方法 before找方法之前 你要先了解什么 做什么我们sales不上 就是problem咯 嗯 你们做会计的吗 账不对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搞什么 问题咯 问题在哪里吗 然后接下来做什么 改哦 改正咯 嗯 搞到对为止啊 你做一份proposer 做一个campaign也是一样的吗 这个三个步骤很简单 第一你们两个最近有什么问题哦 最近啊 啊 不是ok不用回答我 不是讲最近 一直以来 总是吵架的时候 什么问题哦 你们这么要吵 他 ok不用跟我讲 不用跟我讲 我只举个例子 提出来而已 ok 然后要怎么解决 等一下等一下你hold着 那你 呃 先看你们两个咯 通常吵的是小事 为什么要为这些小事吵咯 你 你 你知道吗 你在找问题哦 看 要找到问题出来哦 其实是很大的学问来的 你做账 那间公司很大很大 那个账出问题 你找问题往往只找到表面 找不到真正的 背后 更深入 如果你要找的话 在dick 是不是有更深的 嗯 对啊 看看你要找表面的 还是要 找更深层的咯 你们的问题 表面的就哎呀 小事咯 我们不肯让咯 更deep in 更deep进去的 你自己的内心内在 要挖 为什么你要赢 为什么你会因为那件事情 你内在会 会起情绪 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 OK 你想回最近的这一次 你跟你的女朋友吵架 OK 你想想 那件事情 吵的时候 嗯 第一 你的动机是什么 为什么我要跟他吵 第一 那个动机一定是要他 他服从你的 要要 要他认同你的立场的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咯 对吗 对 OK 第二 就要问你自己咯 为什么 一定要他认同你的立场 认同了你的立场之后 你的内在 有什么反应 赢了满足 有男子 有男子气概 有价值感 我觉得 你看我多有价值 我多聪明 你要表达的是什么 你的内在 这些所谓的内在的情绪上来 你要赢你要 站定你的立场 你要他服从你 你要什么什么 他里面是有一些 有一些潜意识的 潜意识的一个情绪在里面 你从来不去探讨 也很少人去探讨啦 吵架的时候 对 嗯 然后有一些 可能也不是因为要赢 就是因为 你有 里面有一些情绪 那么巧 透过这个事件 把它发泄出来 好像之前 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女的讲 她丈夫 一下子就很 脾气抛操 甚至打自己的 你有听到 有 有 有 听到一点 那个肯定不管老婆是 肯定不是家庭是 是她以前内在的很多的记忆 勾起的一个情绪问题吗 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啦 OK 如果你们还是 如果你还是很想跟她结婚 真的走下去 那第一 刚才我们讲的第一 叫你考虑清楚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的幸福 你还是坚持下去的时候 你要想一想 哇 这个要几十年的事情 是几十年啊 那你觉得 我几十年每一次 每个礼拜 都要这样子 吵一次很累咧 我选择不吵 OK咯 哇 好像选择不吵 又好像很不错 这样子没有吵架 原来两个是冷战 我不吵你你不吵我 讲什么我不要回答你了 每次回答一定吵架的 我就不要出声咯 诶 住在一起大家又不出声咯 不出声就你不 就是她希望 她希望我给她回应 可是我每次就 就沉默 就不敢要讲 就 可内心想的 可是就 不会去表达出来 嗯 那这样子也是 也不是好事啊 没有潮 但是就 那一刻就没有了爱啊 那一刻 就大家互相推开 很struggle 很struggle 是要继续走下去 还是 还是要放过彼此 会比较好 嗯 所以我说第一 你就要考清楚 所谓的 你改变不了 他也没有改变他自己 只会 情况只会重复 有些人是哇 一直到老都很幸福是 他也是在重复 但是他是重复着爱 重复着礼让 重复着包容 就重复感受到 家的幸福快乐 重复 这种感觉 就一直保持 一直到老咯 那我也没有说 一百八就说你 放弃他啦 分手啦 但是如果你改变不了的话 那就分手咯 总比你这一辈子 就卡在那边 不上不下 感觉生了孩子 在想 这个没有了爱咧 怎么样 又为了孩子 就很辛苦 继续这样子咯 但是 是不是没有的救 有的救的 你要改你自己吗 他也要改他自己吗 放下执着 那把这个字写起来 执着 那把这个字写起来 你们两个全部搞 搞到这样子 都是因为执着 这两个字 重复讲多一次 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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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执着 他也是执着 每一次发生了 问自己执着什么 然后我执着了之后 我得到什么 我赢什么 脾气要来 情绪要来的时候 那个 那个 Avanus 你有看到自己吗 有看到自己的这个问题吗 看到就把他拉下来 有一些人是看到 但是他 要把他放出去 我看到我这个情绪来着来着 我要放出去 爆发 明白吗 明白 不是不能 不是不能 但是你 你跟他两个人的人生 想法 要改 要推 你们两个都有自己的个性 目前你们运用着 J版的个性 假设你的女朋友随便讲 他是N N版的个性 这两个版本的个性 碰在一起 两个很难blend的进来 直到你们调 Facelift一点点 你的女朋友 Facelift一点点的个性 那个个性 Facelift了就好像Lego 这样子 Match到了 之前两个都Match不到的 放来放去都 这个你又碰到 那边又碰到 合不起来 如果要继续走下去 要把这个 个性调整 而这种个性调整 不是调一下 它是要永远一辈子 这次改了之后 我就一辈子 这样子改下去 而这种改 是要真正看到 你自己内在有什么 问题 OK 不是问题了 那内在有什么 一种想法 它是一种想法来的 这种想法就是 就是我碰到这个问题 我这个想法 突然间自动来 这个想法自动来 就自动告诉你 我要用什么方式去应对 然后你要停在那边 为什么我会自动 automatic pilot mode 出这个想法跟方法 去应对这个问题的 为什么你的 比如讲你的女朋友 在听回的话 她吵架 哇 哇 你好 你 你在录着吗 没有 我也是想录起来记录 没有关系 你继续讲 吓到我 OK 我是说 她也要 她也要有那种 停 为什么我有这个反应 为什么我有这个想法 为什么要讲这一句话 这句话带来 沙上力吗 这句话讲出来 会为我们两个的感情 加分还是减分呢 最重要是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然后这些原因合理吗 你一定要跟自己这样子对话 才可以把思维改变 一种思维是重复的 我们的思维是重复性的 嗯 就是好像你每天早上 一定要喝那杯咖啡一样 习惯了就重复性 你喜欢吃gondol meat 不喜欢吃tong meat 啊 你你吃拉西勒吗 我喜欢吃gondol 我不喜欢吃炸鸡 这有一种个性 一直重复着的嘛 嗯 习惯来的嘛 然后我们的反应 面对某些事情 也会重复性习惯 用同样方式去面对一些事情 跟重复性讲同样一句话 来回应对方 好的我们继续 不好的你看到要stop了 难道你三高胆固醇 医生跟你讲不要再吃carrie 跟炸鸡 你还继续吃呢 因为他一直吃下去会伤害自己的身体 你卑鄙就要停 你继续讲这句话 会伤害你们双方的感情 你必须停 同样原理 OK 不用录了 你看回非洲拉就好了 OK 可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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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